開這個會議 今天第一次會議主要是要委員內來溝通一下 我們這次專案小組要處理到什麼程度 以及我們這個處理的原則跟程序 那我個人也先提一下我個人的看法 第一個我們大概這次的專案小組會議 不會去談個案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為了這次保護區的檢討 是因為過去有很多的開發案引起的 在申請的時候引起的證明 所以我們才會要來稍微了解一下 全市性保護區的處理原則 但是我們不會針對那幾個申請案去討論 我想讓委員們能夠比較放寬心說 我們不會真的個人去討論 我們會談全市性的一個原因 我有上個意見 第一個意見 我現在是士林區通門檢討的召集人 那我也知道現在滅湖區也在進行的 到底北戸區或西大區到底進行中的怎樣 我不太了解 我們今天的通檢要有怎樣的貢獻 我是認為檢討完畢以後 對於通門檢討召集人 或者專案小組在討論的時候 各區之間會有一個共通的 不會因為某一區的通檢的狀況條件不一樣 所以士林區目前只要涉及到保護區通門檢討 大部分現在都是開天窗 開天窗意思就是暫時不談 所以我現在我個人的立場 我們現在正在等著就是說有沒有什麼一些原則出來 景美木柵 並為台北市以後 在民國六十年左右 有公告一個整個到台北的都市計畫 那一個時代 台北設定的一個都市發展 以2020年 現在是201速 差6年 那以2020年台北有居住的人口 是307萬人 我想 因為現在都年輕人不曉得那一段 那麼一個都市是人口聚居 它的都市計畫是滿足居住的需求 那我們回頭來看 台北原來所規劃的都市可利用的地區 離飽和人口307萬差很遠 我們在八十年代 民國八十年代 人口升到260萬以後 就不再上升 大概就在260 大概270萬左右 上下 那個變動 再接著一個情況下 也就是說 台北的原來公告的都市利用土地 它已經足夠 台北未來跟現在人口的基礎 那這個的話 這些土地 都市計畫的土地 你還沒有充分利用 就要變更保護區 這個有它的需要嗎 因為同時在都市計畫 有一部分 是在做都庚 都庚的話 它的土地的利用的強度 又比原來的很多的名牧 所以這個強度增加很高 所以變成說 在原來都市計畫土地裡面 可居住的人口 又超過原來 計畫人口已經很高 所以公需需求 土地利用的公需需求 已經沒有必要 再擴增原來的保護區